沒什麼 還等時間結束 我讀畫 好 這是我們講上禮拜講到那個物質嘛 物質的除木質啊 事實上我在學畫學喔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我們希望去把物質做分類 因為以後我們做分類的時候 它有比較大的功能 譬如說這樣舉個例好了 像眼鏡蛇的蛇的毒液 很多人脆圈的毒液 可是你兩樣的毒液可以用嗎 會 那怎麼辦 什麼啦 退舉 怎麼退舉 啊 毒液啊 不是啦 我們當然不是為了毒液啊 我們要幹嘛 我們有是不是要取得 它裡面的一些重要成分 人當成藥 譬如說因為那個什麼 像眼鏡蛇 它或者有一種蛇 它的毒 你一進去之後 你的血液把它弄 它去背 它做時間它去背血 它就這樣滴滴 大 然後不到10秒鐘 它那邊血就倒出來 就全部黏住了 它這個很功能 可以做豬血糕 對 太好了 做這個血糕 快速做豬血糕 你記不記得幫忙它還是會硬啊 那為什麼這麼快 因為大家都吃豬血糕啊 所以要快一點 但是你這樣就是要刮血糕 它有相對危險 可是有時候我們需要什麼 為什麼 有些人 當然有種病 都是抗淋血 抗淋血 就是你身體的血 反正很稀 我不小心跨破了之後 血流不止 我血會流不止 那怎麼樣 對 那就抗淋血機制 它抗淋血的機制 所以這時候 它可以從這個 毒死了裡面的血液去萃取 在那個毒液裡面去萃取這種機制 讓你的血液可以快速凝固 那這樣就可以避免流血不止 有時候流血不止 是讓表面看得出來 譬如手流血 有知道 想辦法把它捧起來 或是做止血 可是有些時候 這個血液是在內部的 譬如內處血 那如果你有遇到這種血泥有問題 淋血有問題的話 你就容易就掛掉了 就會缺血 所以我們在學化學系 有很大的功能 是要學會怎麼去做一些分離 那我們在上禮拜講到物質的分類 有存物質 就是混合物 那混合物的部分 有一些東西都很清楚 譬如像 像這個 這是水跟沙子的混合物 可以看得出來 水像 這是液像跟物像是分離的 暗次然是分離的 那你在細看的話 這物像裡面又分 上面的沙子是比較細的沙子 下面的沙子比較硬的沙 比較大顆的沙子 這是鐵裡面刮出來的泥土 所以鐵裡面泥土已經很細了 它是黏土層 它很細了 可是如果你把它搖一搖 放久一點的話 它分離 它還是要分離喔 這簡單靠什麼分離 綜藝 靠綜藝 跟它下沉的速度分離 它靠下沉的速度分離 那如果我們要加速的話呢 我們用這個來做一個機器 來加速這個實驗 它是什麼機器 離子分離 或是離子分離 離心機 離心機 那叫離心機 它就把這個東西喔 分類喔 把雀萃取出來 搖一搖一搖一搖 之後就放到離心機裡面去 然後快點旋轉 快點旋轉 靠離心機的旋 跟剛剛那個 你講的重力一樣 它把重的東西 密度重的 密度大的就往下沉 很快又沉下去 所以它就很快的分離了 像這個喔 搖晃完的時候 大家隔五天 才會變這樣 上面的水是神性的 所以它分離的很慢 可是如果會不離心機 它就很快就可以分離完 但是那你聽 這是意象 下面的是物象的分離喔 融融 那這個呢 這個我們都看到沒有 這是兩個意態對不對 兩個意態有很清楚的界面 這是雲像還是非雲像 非雲像 非雲像我就不均勻 非常非常不均勻 那我搖晃搖晃之後呢 它就雲像了嗎 它還是非雲像 你可以看到有顆粒有沒有 它還是沒有辦法 完全密 完全的混合在一起 這就是非雲像的混合物 非雲像的混合物 那就很清楚的分離 所以如果像那種東西 要萃取 小時候想把這兩個物質分離 你要怎麼分離 就把這個上面就是 油 下面就是水 分離要怎麼分離 針六 不用針六 放著就好了 好 你直接拿出來 我拿 等它澄清的時候 就拿吸管把上面吸起來 你就分離了 因為腦會有一點點好 那沒有 分離沒有辦法完全把這個擺乾淨 但是至少會做大部分的分離 它自然就分離了 非雲像的好處 它自然就分離了 對不對 非雲像好處自然就分離了 那如果是 酒精 酒精 譬如說 好 那這是 這是酒精 這是 因為這個好像 我洗過什麼東西 知道它的顏色 這是乙醇 好 這乙醇 它裡面沒有水 有 乙醇裡面都有水 因為它就是跟水 就是化學劍的關係 它的密合度很好 所以它就 會把水抓攔緊 那既然裡面有水 希望這是混合物 這是純物質 混合物 混合物 好 這混合物 那怎麼分離 這是雲像 這是雲像系統對不對 這是雲像 還是被雲像 雲像 雲像 因為這個很清楚 被雲像就是兩個介面 這是雲像的 就看不出介面了 沒有分離 所以雲像的混合物 為什麼分離 你可以讓它蒸發 我可以讓它蒸發 然後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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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酒精蒸發 OK 那酒精蒸發 就分離了 只剩水 基本上這次方法是對的 大部分可以這樣分離 因為你分離出來的話 酒精就出去了 可是我們剛剛講過 酒精跟水 湯 蜜合都非常好 所以基本上 那我們可以分離大部分 我們可以分離大部分 所以說 分離出去到極致之後 大部分是剩下95%的酒精 它要剩下95%的水 那是我們極致的做法 用蒸餾的方式 但你用化學方式 你可以在做細部的分離 但是用化學 用一般簡單的蒸餾 蒸餾是物理方式 物理方式 你可以只要95%的水 在一起而已 就是你可以把大部分的酒精帶過來 這蒸餾的方式沒有錯 好 那像 我這邊另外兩杯 我現在做實驗的 我們就上面看到那個澄清的液體 是雲巷還是被雲巷 那兩杯燒杯 被雲巷 看到澄清的就是雲巷 你基本上放在界面它就雲巷 對不對 我說澄清了水的部分 一杯是鹽 一杯是小豬大 一杯是小豬大 沒有沒有 就是那個燒杯的部分 它是物體跟液體的混合物 但是它是銀像對不對 它混得非常均勻 那怎麼 要讓它分離 怎麼把那個鹽吹飲出來 或是怎麼把小豬大吹飲出來 鹽 一樣啊 怎麼樣 加熱 加熱 加熱我們利用的是 是 是小的不同 哪一點的不同 龍年的不同 還是 是老 是什麼 那個 貝點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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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會分離出來 所以我們在做 這是簡單的一個 用物理 大部分是用物理方式做分離 這邊有另外一個再介紹一下 這個上面 我們先不看這個 底下這個透明的部分 透明的部分是水嗎 上面這部分是什麼 它是雲像被雲像 雲像被雲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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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來 一個說雲像 一個說飛雲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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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 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什麼材質 這我已經放了大概半年喔 就是這個樣子 那事實上是油喔 事實上是油 飛雲像 我做的事實上 看上面這一塊 上面那一塊 就是白白的那一塊 我覺得它還是飛雲像 飛雲像 它是飛雲像喔 它是飛雲像 它是飛雲像 這怎樣喔 油漏都不能 這叫做乳化 這是油 這油本來大概只有這麼 薄淺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厚的 成 油 那為什麼變這麼厚 表示這是油跟水的混合物 可是油跟水怎麼混合物 它會變成這樣子 而且它放了半年 不會 不會這樣讓你 它靠重力 靠什麼重力 重力 重力 重力晚上就變這樣子 嗯 那它在靠 它在靠 剛剛講的洗碗精 對 見面活性精 它靠洗碗精 它靠洗碗精 就是把洗碗精 很充分的去 洗碗精不是有 清水機跟汽油機嗎 清水機 就跟水結合 清油機 跟油結合 所以它靠這個見面活性精 很容易的 把油跟水 混合得很好 混合得很好 就是說 每個油滴 被包含的小的油滴球 或甚至你換個角度講 每個水滴 被包含的水滴球 全裹在這油滴裡面 所以它彼此是一個混合物 所以這還是背影像 它只不過是 混合得非常細 我們應該 好 有機會我們可以用手機 看一下裡面的結構 但是它是非常均勻的 但是 它已經沒辦法再 向下混合了 為什麼 像它在搖晃搖晃 搖晃完之後呢 它上面的 你再過大概放七天之後 它上面那層的後部還是一樣 為什麼 用完了 怎麼會用完了 油跟水可以裝在一起 對 就是用介面活性機 介面活性機 介面活性機不是 它還有一個清水機 跟清油機 它就把水跟油可以裝在一起 所以在洗衣服的時候 為什麼可以把髒帶走 因為當髒都有一定油性嘛 所以你用 清水機是常練 這邊水會帶走 清油機它會跟你的油脂分在一起 它會分進油脂裡面 黏在一起的 我水沖的時候 就把這個拔起來 就把它帶走 這是我們清潔功能 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 陽光完之後 過七天 過五天 我這個整個分離完之後 我上面的後部還是一樣 我這已經試過兩次了 還是一樣 為什麼 你剛剛說什麼能用完 因為雞 什麼雞 清水機 應該說介面活性機用 我所有的 我應該使我的水是這麼多 對不對 我上面的油是這麼多 然後我加上幾滴 幾滴的幾滴而已 幾滴的介面活性機 這介面活性機馬上散開 這幾滴 雖然是幾滴 人家講 就算是只有0.1 默 我有幾個介面活性機 就算我這介面活性機 我只有0.1 我這裡面到底有幾個分子 介面活性機的分子 再幾個 6乘以10的 20的四方 對不對 有這麼多個分子 所以我每個分子都可以抓個水跟抓個油 每個分子都可以抓個水抓個油 對不對 所以我就把這個分子 全部去抓個水跟抓個油 所以它就變厚了 然後它就變厚了 這一層被 從油 本來是油跟水 已經沒有油了 這油被我乳化了 這是乳化後的油 看起來是那種綿綿的 乳化的結果 它是乳化後的油 乳化後的油 它實際上是靠我們介面活性機 去抓住 所以我剛剛講為什麼 我現在跟它的搖晃 我這乳化的結果 跟水再重新混在一起 放久一點 它還是飄上來 跟著一層乳化的油 它為什麼會再多一點點 因為這裡已經用完了 它能抓水抓油 抓完 它沒有吸的 沒有更多的 它就另外 只是 那如果 我們的油加熱比較多 是 然後 這個健能活性加熱非常非常少 是 那這樣會不會 就是只乳化一點點 之後就是 它會有上面那一層 乳化的油 然後有一層化的油 然後下面就是水 OK 我們可以慢慢做時間 但是這樣就要做 還是再做一段時間 事實上這個結果 會變成是 會不會變成 上面是 沒有變成這樣 上面是 因為是有健面活性 它有點偷泡 可是下面換起來 對啊 下面這樣子可以了 可以慢慢可以出來 上面會慢慢可以 因為這中間 變成水 又包到裡面去了 但是水又重 所以水又往下持 你剛剛講的東西 我覺得會是這樣 就是說 我如果健面活性機 加熱不夠多的時候 我本來是 包起來是小顆粒 我會變成 包起來變大顆粒 變大顆粒 變大顆粒的油 所以 介面活性機 如果再變少了 它變包起來 比較大顆粒 還是會被包起來 對 因為介面活性機 它本身有它的 呃 這個 我們一般來講 所有的物都 是有類似的東西 它有同質性 不要那麼靠近 同質性不要那麼靠近 所以 介面活性機 它想跟介面活性在一起 所以它只要切個成一塊塊的 它切個成一塊塊的 好 就像你 你吃 你吃 雞湯麵的時候 或什麼 那個上面不就有成油 對 對 對 你就算是 你 我油多一點的話 油會變成大塊 好 它實際上油跟水的介面 對啊 好 那就是 對那個介面在 它只把它包得大顆一點 好 這是幾個不同的 這個混合物 你看這裡已經幾乎都分離了 好 幾乎都分離了 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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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一點 它裡面有點霧霧的 我覺得是那個 裡面有放塑膠嗎 那個塑膠會融化 哦 塑膠會融化 我覺得會融化 它在那個油脂裡面 會融化 所以它變得有一點點那個 很像霧狀的東西 這就是一般它們不是在玩那個 就是 那個 床嘛 我那時候放到白色的時候 你看看起來就像床 就拍到那個 有沒有感覺 有沒有感覺 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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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謝謝 然後我們往下看 所以 這些是我們用液態跟褲態 比較容易看的東西 金屬也是一樣 金屬也會有這種 也會有這種狀況 就是說 你把金屬跟金屬放在一起 輸了金屬都可以融得很好嗎 可以混搬的非常好嗎 我們講混搬的非常好 就像是 酒精跟水一樣 它可以混搬的 基本上看不出 看不出差別 所以它有影像 金屬跟金屬可以混搬成一個影像嗎 有沒有辦法 有 因為 有 取個例 不鏽鋼 不鏽鋼 不鏽鋼就是 不鏽鋼基本上你會從不鏽鋼一切 誒 這邊看起來裡面有 有顆粒 這邊看起來蠻均勻的 會不會 有顆粒一切 就像這個東西 我如果切開 你看裡面有一些 一些小顆粒的泡泡 對不對 下面是很均勻的喝水 不鏽鋼基本上它是混合物 它是很多金屬的混合物 你把它切開之後 你看不出說 有特殊的一個金屬存在 所以它滾得非常好 就像酒精一樣 那像什麼 像是鋁門雙眼器 它是鋁合金 基本上我們只要講殼金 它就滾得非常好 那有沒有看到滾得不好 就是滾不起來的 有 什麼 眼鏡 眼鏡怎麼樣 加三盒就好 OK 但是它不是金屬跟金屬 假設金屬跟金屬的時候 有沒有金屬跟金屬不好 鐵鏽 鐵鏽什麼 鐵鏽跟鐵算不算 對鐵鏽不是金屬 鐵鏽跟金屬 鐵鏽不是金屬嗎 鐵鏽跟金屬 鐵鏽是什麼 是氧化鐵 對不對 氧化鐵不是鐵嗎 氧化鐵不是鐵 铁的泡物 它不是鐵 它不是鐵啊 鐵就是鐵 可是它是純鐵啊 對 但這叫做金屬 那個也是啊 這個 我們沒有定義它叫金屬 因為基本上你有劍鐵的時候呢 它的電子會被固定住 它導電性會變得很差 而且它沒有金屬光澤 鋼鐵是什麼 鋼鐵是鐵跟鐵的合物 鐵跟金屬的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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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苦方法都還叫金屬 可是它是鐵 對 不是鐵 它是金屬跟金屬的 不鏽鋼好了 它是鐵多一點 裡面可能有一些猛 裡面可能一些 所以我們不會說不鏽鋼是鐵啊 可是鋼鐵是鐵啊 我們不會說不鏽鋼是鐵 鐵或鏽鋼 鐵的那一種 它就指的就是那一種元素 鐵基本上在元素中 它就指的是鐵 鋼鐵 鋼鐵它也不是純鐵 鋼鐵是粉而物 對 不鏽鋼鐵是粉而物 所以我們有時候講鐵是說 知道它是金屬的代稱 我們就把鐵當成金屬的代稱 所以你剛剛問的問題是鐵和... 我說金屬跟金屬才會不會裹著很均勻 有沒有不均勻的 有沒有不均勻的 金屬跟金屬我們不講的 鋼鐵 鋼鐵怎麼樣 就... 鋼鐵線 鋼鐵在一起 鋼鐵在一起 所以我們用的是什麼 我們是用的是錫對不對 鋼鐵沒有鋼鐵 鋼鐵沒有鋼鐵 鋼鐵跟鋼鐵 在那個融結的時候 鋼鐵的時候 它是融在一起嗎 是捆得非常均勻嗎 不是 不是 它是被黏在一起 它並沒有鋼鐵非常均勻 基本上你如果把鋼跟鋼 全部融化之後丟在一起 攪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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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著 它變成哪一杯 對 就是沙子那一杯 這一杯 對 它很像這一杯 基本上融點差很多的 它就不太融在一起 就是說它的融點 就是這個金屬跟這個金屬的融點 如果差一心非常大的時候 它就不會融成這樣 它會有些先凌入 它就變有顆粒 它有顆粒它就掉下去 或者浮上來 我看整個密度高 那如果把銅換齊了 然後弄在一起之後 直接丟到那個 就是非常非常脆勢的地方 是 很快速的凝結 對 可以啊 它還是會分開 就是多少分開一來 那就可以了 那個東西就要傾向 你想到就要傾向 我們在鋼鐵常說什麼事情 如果你用金鋼想不定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個鐵 打開之後 你可以看到它中間只有這樣子 它是有顆粒的 我現在發現的地方 可能是雜質 先凝固的地方 中間這個地方 是同一種金屬 它比較胖一點 那有些呢 它會是這樣細細的 很小的 它的概念還是一樣 就是說 我熔點低了 我就先凝固了 我熔點高了 它還在 對不起 熔點高了 但我降溫的時候 它還先凝固 熔點低了 它還在溢太陽 所以它會這樣分離出來 它就會分離出來 但是有時候我們金屬的混合物 是需要這樣子 它需要非常均勻的 這樣一個 我們叫做這形成的缺陷 我們需要非常好的這樣的缺陷 這缺陷越多的時候 它越強 它的強度越強 那事實上 如果你 去仔細看的話 這也是非雲相 也是非雲相 因為它有介面 它也是非雲相 所以基本上基石要做到 完成的雲相 是很困難的事情 是很困難的事情 那但是我們現在就是說 我們在沒有顯微鏡的情況之下 我基本上它會非雲相 就像是 這個乳化劑 我們到底說雲相非雲相 簡單來講 你要說它雲相也不是不可以 因為它感覺就是這個樣子 它非常的均勻 但是你用顯微鏡去協助你的話 你就得看出它實際上是兩個界面 水跟油是被分開的 所以它實際上是非雲相 金屬的融合 混合 事實際上大部分也是非雲相 但是有些真的可以混得非常好的話 你基本上看流邊像是酒精的更好 但是這個東西 我們會辦法用什麼方式 看出水跟酒精在一起 是分開的 顯微鏡看得到嗎 顯微鏡看不到 因為基本上它就是 原子層級的 原子層級的混合 像我剛剛講這個層級 基本上你都看得出兩項是說 你用肉眼或顯微鏡看得出兩個東西 這一坨可能是有一萬個分子 這一坨可能是一萬個分子 那一萬分子很大嗎 你現在對這個來講的話 一萬個分子還是很小 你基本上也是看不見的 對不對 但是像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 可能就是原子層級 就是這一邊這一坨可能只有十個分子 十個分子 這一邊這一坨是十個分子 所以基本上你這個分子是雲相 你基本上那樣分子比較 OK 好 接下來要講 能量 在所有的能量分類裡面 我們過去所學的能量怎麼分類 有哪些能量 有哪些能量 提示的 就我們以前學過的啊 很多種不同的能量啊 客人他也有喔 所以要記得要調御型喔 基本上熱能 好 熱能 好 我們一起好 熱能 還有咧 什麼都是熱能 什麼都是熱能 熱能就只有 涵蓋所有能量 什麼 衛能 還有咧 智能 智能是哪個字 智能算能量嗎 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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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能可以 植物能 生物能 绝对能 什么绝对能 就是一定合一合一细 那是属于有技术的部分 能力的部分 我们能够做工的能力 我们现在讲的是 以科学的角度 能量是做工的能力 做工的能力 这叫我们讲的 我们再定义能量一下 它是什么能 太阳热 太阳热 还有呢 我们都会业集几种 低能 低热 低热是热能 核能 非常好 核能是爆炸能 核能是爆炸能 核能应该爆炸能 核能应该爆炸能 不然这个时候 核能是热能的一种 核能不是热能一种 核能不是满单独 化学能 化学能 物理能 什么叫物理能 像是安国安全的 新的叫物理能 那是属于我们讲的 小逼的姐姐都会想管啊 那是 没有啊 你刚才物理能比较偏动的 没有啊 我讲物理能偏动的 变能算是 化学能的 学能 学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都在里面了 为能算是物理能 化学能 化学得能 生物能 植物能 什么 循环当兮 有一种 就这些好 就这些 那我们现在想看 我们 磁能 磁能 非常好 磁能就差不多 哪有啦 磁和电不一样 磁能坎克 在红色警戒里面 很强的一种 对 电子炮 磁能坎克 很简单 像电发管的 不一样啦 那在磁场里面 有没有能量的状态 磁场 对 那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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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压感变 变压性 对啊 我们所有的 就是一个 一个众力场 众力场 我一个物体 从这边移动到这边 好 众力场 只要是跟质量有关嘛 对不对 我一个物体 从这地方移动到这边 它能量什么改变的 什么能量改变的 那个胃的 口味能改变的 好 通常到底 通常改成磁场 磁场这边要改成什么 这样这边是什么 这边要写十一线嘛 你值一对不对 好 假如我磁场是这样的 一个直立场 我一个物体 可以接受磁力的物体 我被从这边 移动到这边 我的什么能量改变的 你的什么能量改变的 我的什么能量改变的 你的磁场 磁场的胃能改变的 磁场的负磁场的胃能改变的 磁场的负磁场的胃能改变的 所以那如果可以从这边 对我这个磁场的影响 移动到这边的话 它的动能已经增加了 对不对 是不是它动能已经增加了 嗯 打开这个临时 昨天打开黑了 还是说今天 这样子有点开始 就是为了 不行 换气 为了环境换气 环境换气 好 就是说 所有的能量它都是在转换的 磁能 也可以 磁场也可以产生能量 磁场可以产生能量 在这边的话 磁场的作用成这个物体 好 这边也不为了 磁场不为了变小 转换其他重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地球表面的话 我们说的能量都来自哪 大多数的能量 重能 都来自太阳 重能是什么 我们来自太阳能 太阳能对不对 好 现在太阳能怎么发出能量 和能 靠浮射 靠和能 靠浮射 太阳能 对 后面的传递 热能量的传递 没错 没错 但是太阳能 怎么是靠和能 和能怎么产生和能 所以一直爆炸 一直爆炸 一直爆炸 然后过程中就会成热能 热能 那怎么产生和能 就是太阳 它质量很大 那是西东西 西东西 哪里爆炸 不是这样 是这样 太阳的和能 太阳的和能 跟在日本 美国的日本光草长期丢的和能 不一样 不一样 非常好 哪里不一样 那两个原子弹或核子弹 它也是和能啊 它的和能跟我们太阳的和能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现在在讲到那么多和能电场 用的和能 跟我们太阳的和能怎么不一样 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塑料 不是 核费量 不是 资料 啊 讲核费量 我们可以讲一下 太阳的和能发电 太阳的和能 反应过程到过 会不会有核费量 会 不会烧掉 不会啦 不会有核费量 好 我们等一下再讲 为什么会有核费量 好 地球的和能电 为什么会有核费量 不是吗 一定是温度问题 诶 不是 我们地球的和能太 假设温度来讲 在这边的反应需要高温 还是这边需要高温 那边是什么 这边 地球这样 地球 你有看到的 和能都需要高温 对不对 对 错 太阳需要高温 耶 是的 好 基本上 在地球上 我们目前所能做到的分 都叫做核分裂 核分裂 核分裂 我们一个原池 我们讲过了吗 啊 不就跟后再有过呢 有一个原 不是 我们再讲一遍 原池里面有什么结构 原子核 原子核 原子核是一坨 旁边有什么 链子 链子 好 这里面有什么 中子 中子跟直子没有错 中子 中子跟直子 我以前在看到这边的时候 我都会整理我 中子讲是白色的 直子是 橘色的 直子带什么垫 橘垫 直子带正垫 对不对 对 所以整个原子核带很大的正垫 这个正垫吸引着电子不会乱跑 所以在旁边道 合理吧 正互相吸 请问 原子核不是正正相似吗 为什么原子核 这个正垫会系在一起 这么多正垫 为什么系在一起 电子互相似 所以电子跟电子 基本上不会撞在一起 电子它会 快到了就转弯了 它就相似就转弯了 电子跟电子 不会撞在一起 没有可能放在一起 但直子跟直子 为什么可以被 放在原子核里面 为什么 那 我会想到 如果